請委員長 今天對於幾個預算解凍案 我還是有幾個意見 第一個呢 針對我們這個補助喬生健保的事情 當然我們就國家整體跟 包括尤其是我們喬生主要來源 現在都是東南亞國家為主 我們發展跟他們關係 我們要有一些誘因 要他們來台灣念書 當然是無可厚非 但是你們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把 這個排庫條款給訂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合理的 包括來台灣這些念書 經濟條件未必輸台灣人 尤其以這些很多東南亞國家 現在整個經濟發展的程度 那我們還是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整個 一致性的補貼這是不合理的 那委員長你們什麼時候會把這個 整個排庫的機制把它訂出來 這個 跟委員報告 這個排庫的機制的話 我們從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的 向國家 先來實施 看看喔 是不是美國的僑生來這邊讀書的話 是不是就 用不 是啦 你不能用國家 這是產生歧視性的作為嗎 你用國家 你例如說 你自己也知道很多台灣的小孩 到美國到英國去念書 要申請各種的補貼 各種的資助跟獎學金 也是要提出申請 要把甚至要把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 自己家的年收入所得 都要去提出來申請 那其實這些學校 到來國家也會依照 我們整個經濟狀況給予 所需要的補助嘛 即便是來自非常窮困的國家 他一樣他只要有經濟需求 那這個國際上比較先進的國家 比較優秀的大學院都是這樣子啊 那你們為什麼就不能這樣子去 去考量 去建立一個機制 因為他如果有需要 他健保費 他沒有辦法承擔 或是說他需要敲會 給他其他的協助 但是他很優秀 我們要栽培這樣的人才 搞不好以後他回 回越南回緬甸 哪裡是他國家的棟樑 那我們要建立這樣的一個 人才的經營管道 我們要去贊助 可以啊 你提出申請 你把你的經濟需求提出來嘛 對不對 你不能就這樣簽名 每個人都去補貼 這是不公平的啊 對台灣的學生也不公平啦 國家資源的運用也不是這樣子啦 那你們是不是在這個限期 你們這樣這個預算 你們既然已經宣 宣布出去有這個健保費的補貼 但是你們在編列明年度的預算之前 好我要求你們一定要把這個牌付機制跟 申請這個相關補貼的機制把它訂出來 好 這樣的原則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明年啊 我們就是健保齁 我們就有 criteria 第一個你要申請 第二個是怎麼樣子的這個householding 這個多少錢以下 你現在是可以比照台灣的中低收入標準嘛對不對 但是齁 不管他在哪一個國家 我們來他當提出這個申請單的時候 我們來認定就好了 好那你們就 但是你們制度要先提出來 好我們提出來 你也要開始招生了啊對不對 你要開始招生 你要有一套制度嘛 好 好那那在審查下年度的預算的時候 你們這個一定要把它建立起來啦 好我們這個 對我們國內的學生也不公平啦 好雖然我們制度上我們 依國家力我們需要去 好去接納一些盡量去吸引一些僑生來 好但是我們這個 好還是要兼顧國家現在整體的財力 以及公平性的 好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 好那另外呢你們在這個經貿人才 的這個支持上面 我看你們這個 海外華人這個經濟 喬商經貿人才的協助啦等等 我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 本會的具體作為 委員長你以前在芝加哥是 是也開餐廳嗎 我有以前有開過一個很大的餐廳 有開餐廳 你這個餐廳有接收過喬委會的補助或支持嗎 那個時候沒有 那個時候沒有 因為我看你們的報告裡面幾乎都是support這些 餐飲業啦餐廳啦 當然台灣人在海外開的餐廳他得米其林獎 得獎這個當然是很好的事啊 問題是台商不是只有在開餐廳嘛對不對 不是你不能因為你自己開過餐廳你就獨厚 所有的具體作為都是在開餐廳的 你像張凱誠這種各行各業都很有成就啊對不對 台商各個領域都有啊 你們僑委會所有的作為都是全部都獨厚開餐廳的 這個不合理啦 開餐廳有開餐廳成就沒有問題 我們給予他應有的這個聲援 但你各行各業都有啊 吳季剛 設計師 體育界的 音樂界的各行各業都有啊 對啊我看你們具體作為只有看這種報告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啦 這個是僑商 旁邊是普世僑商啊 這個是僑商啊 僑商 各種台商都嘛有 各行各業的都有啊 事實上真正成功就沒有在開僑委會啦 真正做到行李做最大的嘛 像這種最大的有一個人 我們展開成這種的啊 沒有在開僑委會啦 沒關係 還是有一些人需要僑委會的幫忙 可是你不能夠獨厚餐飲業啦 其實沒有獨厚餐飲業 各行各業的都有啦 你的報告裡面只剩餐飲業而已啊 你都沒有剩其他的這個 各行各業工商領域的這些台商的 你們 除了一年一度你去參加這些台商會 去那裡吃飯 你知道嗎 你沒有其他的具體作為 這些你的報告有沒有呈現出來啊 其實跟委員報告齁 這個餐飲業啊 是僑胞啊最普遍的一個專業 沒有那麼普遍啦 台灣人各行各業都有啦 我說僑胞啦 好啦 不是說台灣人 台灣人 你餐飲業就算普遍你 配合我沒有意見 我現在是說你不能獨厚他 你不能所有的精神都放在餐飲業上面啊 其實 你的報告本會具體作為 全都在寫餐廳而已 其實 所以這種報告還沒看到 表示說你都沒有其他的作為嘛 你就獨好餐飲業嘛 其實 我還有意見啦 另外就是說 我們針對這個 你們海外的文化志工的培訓 我們當初也有凍結相關的一些經費 當然海外這些年輕的志工 我們要求啦 包括我們現在 很多的社團 我們看到年紀逐漸的老化 我們對於下一代的這些 世界各地的台灣人的下一代 我們還是要更積極去求 但是我覺得你們的做法真的是不夠細緻 包括他們去成立的這個Facebook的網站 真的是內容空洞啦 投幾張照片人數什麼 其實都不足 我覺得你們沒有發揮一點創意 這個還是有待加強啦 包括這個網站甚至英文都還寫錯 the beginning 這個內容 都是說認同中國文化的人 認同台灣文化的人 要怎樣 你網站資訊 是很偏頗的啊 其實像美國 他201年年的他的census 23萬台灣人 他登記是Taiwanese American 你現在認同中國文化的人 來幫你報名 如果認同台灣人 culture的人 全都看到你們這些 沒有任何的交集 我覺得這個 你們這個網站 甚至按英文還拼錯的 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英文的網站 我們一直再來改進 好 阿不然你們這個旅遊 你們這個 國慶 回台灣這個旅遊 其實很多僑胞他根本不缺 俏會的補助啦 他們自己 其實我覺得那個也應該要重新檢討 怎麼用更經濟的方式 好我昨天也跟你們副委員長溝通了 用更經濟的方式 吸引這些 海外的這些僑胞 回來 不管參加國慶也好 經常性的 到台灣各地去旅遊 去消費 對 用一些刺激消費的方式 我昨天有 跟你們副委員長 就一些具體的 你們發揮更大的創意 讓這些僑胞 其實也沒有在減少 阿你們昨天副委員長有告訴我說 你們也重新再檢討 認為這個健保的 不是這個健檢的補助這個部分 是以後是沒有必要再進行 那既然沒有必要 那我們再 你們是不是重新算計一下那個額度 在我們預算解凍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部分 就把它扣除了 就是不予解凍 就那個健檢的部分 其實我跟你講 那個錢 怎麼扣好我們都要申請第二補助 第二這個益備金的 這個都不夠的 所以我們把錢錢 你竟然已經做決議了說 我們不再補助這個健檢了 那我們這個也不用再去申請那個 第二日備金了 因為國慶也還沒到 你們這也是針對國慶 那你們還是要用更大的創意 刺激這些僑民來消費 不要用過去的方式 我們會跟李學生 要求他們 謝謝委員長